另外也是来自对岸的消息 大陆出现了疑似感染H1N1的心理流感病例 这是一名30岁在美国念书的男性 他是在5月7号的时候从美国搭飞机转东京 最后回到北京 结果再回到家乡成都的时候 在飞机上就开始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经过了两次的检验 他的检体呈现的是弱阳性 也就是不排除已经感染了H1N1心流感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3点15分 成都市政府卫生局破天荒在这个时候召开记者会 公布的是H1N1心流感的疫情 半夜三更开记者会 这在大陆恐怕是史上头一遭 记者全部顺眼心松 包括成都卫生局 成都疾管局官员通通严阵以待 这个不能排除已经感染H1N1的案例 是30岁男性 在美国秘宿里大学念书的留学生 5月7号他从美国胜路夜 搭西北航空NW019班机转机东京 再搭西北NW029班机 从东京飞北京 5月9号早上 他又从北京搭川航3U8882到成都 不过在飞机上 这名疑似病例就开始出现发烧流鼻水的症状 除了飞机上的乘客要密切追踪 由于病患曾经搭过计程车 成都的问奖通通人心惶惶 肯定担心 我们自己要保护的措施 现在还没有 不知道怎么保护 会害怕吗 害怕我们要吃饭没办法 目前一丝病例已经连夜被送到成都 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 和他有密切接触的亲友 也得留院接受医学观察 根据成都市疾管局的说法 这名30岁的男子 他现在的状态是假阳性 也就是说不能排除 他已经感染了H1N1 至于最后的认定结果 还是要由中央的CDC来做最后的确认 以上是中天新闻 前一君王永晴 我们在成都的财报报道 谢谢大家